請好禮喔 請好禮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樹芬 歡迎收看今天的草根普提 有一句話在說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有十之八九 我們是怎麼來面對這種種的考驗 我今天的主角蘭惠英世界 是冰冬的牌丸主 離婚後 他一個人請用三個小孩 雖然阿密很大 他優惡笑容麻眠 鍋鍋跟人家講生笑 保持樂觀的態度 很不簡單 孩子都大人 不過數字在三年前 在到憂鬱症 到底他要怎麼走過人生的低潮呢 我們就趕緊來看今天的故事 憂鬱症子就是 我兒子一直罵我罵得很難聽 我就沒有出氣啊 就這樣子一直 頭都會痛 去年就開始那個 就因為 有時候都會無憂無故 這樣子浪花比起那個 他就醫生就問我說 我的情景怎樣怎樣 這樣子 我就跟我講說 你這個是 躁鬱症跟幼鬱症這樣子 轉 轉 轉 停 雖然我兒子對我這樣子 可是 我有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孫子啊 就不能真的 不知道怎麼過啊 我每天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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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工作 我都當作用重 我想說這一週身體看會不會比較健康 看了外面看了也比較乾淨 所以說很髒 沒有 我從以前在別的地方也是一樣都這麼做 我每天都在早 有一次我在建村 人家問我說你怎麼在這樣吃早 我說我是做健康的 後來整個建村的人都一起撒 我聽說這家的運動都平靜 怎麼都一直撒 我們家家裡這樣牛丸島 我做運動 可能是看我媽媽這麼做我就這樣做 我媽媽都這樣子 我媽媽 我們前村的那個什麼 沒有人住的地方有沒有 我媽媽那個人家的家裡 四周圍 我媽媽都少 我媽媽還幫人家那個什麼 土雞老人啊 洗澡喔 他們都講說 我媽媽看著誰人家家做的這樣好 都這樣輕這樣燒頭 這樣四處 跟人家這樣 就好 妳知道 他們很少這樣子出來那個啊 我都會跟他們說出來聊天什麼 怎麼我都會這樣子 後來我們 不那麼多 有的等一下在拿 好 謝謝 他們每次都這樣子那個 回收的都給我 我都跟他們講說 既然我們沒有錢 我們幫忙職機 像這個回收的 你們拿來給我回收 拿到職機 那個也是做工的 這樣解釋給他們 我都每天整理 我一個小的妹妹 也是有在收這種回收的 因為他們隔壁也是我們職機的師姐 都拿到那邊 我就跟我妹妹講說 那你這樣子做不錯 做一點公投我再跟他講 爸爸當村長當六任 爸爸一個人當村長 我們全家都當村長 怎麼說你知道嗎 因為我講說我們爸爸 自己的爸爸當村長 我們也是要 替爸爸照顧我們全村的人 哪裡需要幫忙什麼 我們都 我們就下去做 下去幫忙這樣子 對 那你洗衣服的時候 我在想想 有時候 心裡都在念佛 都念 南無觀世音菩薩還有 道米豆腐菌 是我冬天都戴手套 我們所有人都講說 那麼冷不會用洗衣機機 我說洗衣機洗得不乾淨 他們就講說 是我比較 然後就講解屁了 慧音師姐跟大安好師 還有孫子大道頂 大安好師因為工作不穩定 精神有影響到 常常對宿舊和孫子想起 好家在 孫子優好不善解人意 媽媽是那兩個人 好想背叛 只是孫恩有氣喘的毛病 讓叔叔很歡樂 因為我孫恩有氣喘 沒有睡覺的時候 有時一個晚上都沒幫我睡 因為 有氣喘有時候都很危險 從久都跟我叔在一起 就不想跟媽媽睡 都是跟我睡 去年別姓 後就開始寫 本來以前連我自己的名字 很像那個剛剛 上幼稚園的字一樣 可是我覺得 我現在的字 跟那個國小 一年級差不多了 其實我說 今天這本寫好了 看到自己的字 沒有什麼進步啊 又在中間 我常常都這樣寫 我滿意的 以前 我還沒有參加直技的時候 很多次我都看不懂 可是這種我參加直技 我怎麼搞得直人阿然就會那個 就會那個 我也沒有埋怨我的父母 就沒有給我好好學習 因為我曾看過我媽媽 頂著肚子去田裡 回來的時候抱著我妹妹回來 所以在田裡生孩子回來 看過兩次 從那一次開始 我就自己講過了 我說我除此以後 我不會跟我媽媽頂嘴 不要好好對待我媽媽 可是 我們很快就媽媽就走了 沒有好好的孝順 大家就走了 學點頭 學低頭 不要學拳頭 就是這樣 不要 學大的 有人解釋給你聽嗎 阿媽 阿媽會解釋給你聽喔 常常常都拿進食衣就給我看阿媽 阿媽這是什麼意思 我都會講那個道理給他聽 我爸爸會寫 我爸爸會寫點頭寫低頭 也會寫拳頭 我自己想要帶給他 讓他多練習 我從小嬰兒的時候 媽媽生下的我 就跟爸爸離婚了 然後就把我丟了 然後 然後 阿媽幫我從小嬰兒帶到大 然後 阿媽幫我從小嬰兒帶到大 哎呦 哇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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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看我們 有 有看嗎 對 有看嗎 哦 有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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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恩,你去裡面那個 我這裡面喔? 對,就出來 好,這個給你,來 好 好不好? 好的 媽,這個也要用在一起嗎? 不行 紅恩,今天打鼓秀三年 不管輸在做什麼事情 他都很愛逮捕逮捕 一來的時候 我就做 給他放在旁邊 放在那陰涼的地方 我就再做這樣子 或者他不肯的時候 我就杯子做 像我這樣子做辦法 他有時候一半寫回來 就看 我再給我們那個回收的那些有沒有 他都去損 損一損,損一損的 有的損就再貼回來 我們現在做環保 補充狗 媽媽,你太矮了 上面很簡單 我先...到下面就會有一個 所以要知道 我的孫子很回想 有時候像我 有時候都會 人不舒服 一直待著在那邊坐著 突然 阿嬤,你是不是人不好 還是怎麼樣 就叫我阿嬤 你是電視上教的嗎? 不是 自己學的 跟誰學的 自己跟自己學的 自己跟自己學的 你自己想出來的工作 有需要擔心擔駁嗎 沒有 你這樣按完 你的頭要自己這樣短 OK 師姐,你怎麼按幫你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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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按你按摩 很舒服 他也會唱算聽歌 我們演出名的歌 我會叫他唱 唱給我聽 我如果心情不好 就講說 你唱歌給阿嬤聽 阿嬤就會心情很好 這樣講 他就唱歌唱算聽歌給我聽 我講阿嬤會講說 可以給我禮物 我跟他講說 你唱歌給我聽 我就給你禮物 有時候從環保障的東西 就拿來做禮物給他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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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禮拜有時候3至4次 以前在別的地方有做過 也做差不多七八年 做環保 可以緊進我們台灣的那些垃圾 身體又比較好 本來我以前都會東想西想 還有本來以前我的那個幼鬱症本來很嚴重跟躁鬱症 像我去給醫生譴財 醫生講說我進步很多了 我整齁 那時候我連續 那時候連續一個月都沒有好好睡 我跟我女兒去風險關街 我女兒在每東西 既然我站著這樣才有辦法住戶這樣子 趴 趴下去 打瞌睡打瞌睡 打瞌睡打瞌睡 打到這樣子自己那個 就站著往前面這樣子 因為我真的有時候一個晚上都沒辦法睡 像洪恩昨天晚上也是一樣 起床也是發作 我現在比較不會東想西想 還有 也不會說 慘頭暈啊 不會慘頭痛這樣子 我本來都會頭暈頭痛 很容易 有時候不知不覺自己就會倒下去 自從我專家做這個環保後 還有做參加慈激後 身體好很多了 所以比較不會東想西想 還有我孫子 學會很多宇宙人的道理 也懂得孝頌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本來是一個最壞的爸爸 可是喔 自從我專家做 他沒有把我們 沒有把我當作媽媽 沒有把他當作世紀的親兒子 把我們當作世爐才 沒飯吃 找不到東西 拿我們來出去 有時候會甩東西 這怎麼會是自己的兒子啊 這怎麼會是自己的兒子啊 有時候自己想說 別人我就能 能原諒別人啊 難道自己的兒子 我們沒辦法原諒嗎 我自己有時候會 會這樣子想 也是一樣原諒他 師兄 師兄 還有一大包 還有一塊啦 等一下 那塊沒有公司 有它 怎麼玩啊 這個的存在 對啊 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 盡我自己的能力 可是我走的時候會弄得乾乾淨淨 我還會少乾淨淨 我才會走 之前有時候都問我說 不用少 等一下會有人還會來做 宿舍很愛乾淨 回家的真正都會把環境、鍋燒乾淨 他也很喜福愛物 那時候有回收的鐵頭麵 都會帶回去孫子算 給我的孫子玩 玩定 我想說這樣子比較 不用花那個錢 雖然有一點瑕疵 可是還可以玩 如果他玩力了 再拿過來這邊回收 那個Doraemon還有飛機 還有那個什麼牌 有玩偶 回收拿回去給他玩 就不用花錢來買 每次看到菜市場的玩具 我跟他講說 有沒有想要買玩具 不用買啊 你就去環保站 去撿那個寶就好了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跟我講 他說撿寶 我寶是什麼 他就講說 那邊的玩具啊 那就是寶啊 他這樣我就說好 拿出那袋子 好棒喔 師姐妳好 欸 阿姨 妳好 妳去哪裡 我弟弟他們都辦進來過 這樣你有辦法多攤嗎 還好吧 我感覺來說 我能力也不足啦 我能夠做的就是 就是幫他這些 所以洪恩那時候 要看醫生沒有著落什麼的 我就 我們就是店裡有一些熱心人士 一起這樣來幫他 去那個苗栗 帶我去看那個 他這樣講 他說 反正爸爸叫我做什麼我就做 他就不會生氣 他對你的身體也就有幫助 他這樣子跟我覺得 他每次來都是講孩子很多負面的 我聽了我會覺得很難過 因為沒有能力去改變他 我就會跟他講說 那你就做好你自己就好了 所以他以前比較少去環保站 他現在就比較常去 常去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如果跟他在家裡 就會兩個爭鋒相對 加油 謝謝你 感謝你 我叫你拿金杯我拿給你 好啊好啊 我想說我聽到有杯子拿金杯 我們就去拿金杯 有你們真的 很幸福 我們有你也很好 有感恩你 對 祝福你 祝福你 這是我的寶 你看 你的寶 誰給你的 阿嬤 阿嬤 阿嬤怎麼會有這些寶 阿嬤是直接剪的 這個 還有這些排 來 GO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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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做 多人要問誰你 三秒 五千八十 雖然鐵頭麵都是從環保站拿回來 鳳恩也算得很高興 他真面目 電力自己去廟拜拜 祈求阿嬤身體健康 他施展到土地鍋廟那邊求說身體好 讓我們兩個的身體說趕快健康 他說自己會去土地鍋廟那邊拜拜 這個 我跟他講說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拜拜 拜的時候我們一般小朋友 拜拜都是這樣子而已 他不是他跪著 他很牽著 一個禮拜來 不是一個禮拜的兩次 請求讓我們大家身體健康 讓我學會進步那些 興奮 你有被看到過嗎 沒有 孫兒這麼多事情 讓宿舊很安慰 孫恩經常對阿嬤虛寒溫暖 孤兒阿嬤經常在外面走走的 也一定要做環保 有孫兒的背叛 蘇貞的靈性 非常踏實 你看孫恩 你看他就會很 很有活力啊 辛苦就會一掃而空 孩子現在目前為止 心理都很健康 是比較 我們比較欣慰 對啦 我也不敢 想說 想說他會改得 蠻好 可是我有時候想說 啊 改疫情也是 不錯了啦 不要 不要像以前那樣壞的那個 連自己的母親 兒子都不認 明天是苦 煩惱是苦 怕不過去 沒辦法風海也是苦 在在主席的孫兒子的孫兒子的孫兒子 婚姻師姐的憂鬱症 有慢慢的改善 做環保 讓她的身體更穩定 大小小的態度 也有自己的改變 特別是有孫兒子在身處旁邊的北半 讓她感覺很安慰 現在 屬於最大的願望 就是孫兒健康 大小的心 可以更穩定 這樣 她也可以 放心做工作 做環保 草根菩提 很感恩大家 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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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